原标题 罢王别姬讲的是西楚罢王项羽与美人鱼姬的爱情故事 这段故事被列为中国古代恋爱的典范 人们无一不为这段七晚的故事而被伤 项羽兵办该下后被刘邦的军队四面围定 在夜晚刘邦的军队唱起了楚地的歌 项羽和军士们听到后都十分伤心 认为刘邦已经瓦解了楚地 因此而军事大错 鱼姬是项羽的美人 他认为自己是项羽的负担 为了激励项羽奋勇杀敌 他选择了自杀 离别前为项羽唱了一曲 这首歌对后人改变为多种形式 命名为罢王别姬 在世人的认知中 鱼姬是为爱而死的典范 为了不让自己成为项羽的负担 不惜选择自杀来激励项羽的斗志 可特格中一句 大王意气静 见且何聊什么 却让人产生了疑问 这句话是说 大王您继续战斗的意气已经到头了 我也不愿苟活了 而鱼姬又是通过什么来判断项羽的战斗意气 已经用尽了呢 仅仅是凭借项羽听到楚歌后 便也起引杖中吗 若鱼姬所为真的是为了激励项羽的意气 点燃他战斗的决心 那么鱼姬死后 项羽和将士们应当表现出的 是斗志昂扬 立马冲出营仗与刘邦的军队 杀个你死我活 可我们看到的 却是项羽和将士们悲伤一绝 痛哭流涕 这难道不是鱼姬的死亡 反而让项羽和将士们失去了战斗的决心了吗 另外 鱼姬在项羽这件事上表现得非常奇怪 当项羽遭遇围攻士气锐剑时 鱼姬本应做好项羽坚实的后动 不断陪伴鼓励他重振信心 可鱼姬采用的 却是多次强调时不利 再以死来讲项羽逼近一个绝望的境地 我们要知道 项羽也算是身经百战 出生入死的英 雄人物甚至还有过无一还心 可他的心态却在突然改变 然而当时项羽身边还有八百良家 完全可以以一当时 即使难以取得全胜 也能保证项羽的全身而退 而项羽却选择自杀 可以说鱼姬的自杀 非但没有激励项羽 甚至在很大程度里导致了项羽的死亡 人们将项羽的死亡归咎为他自负的性格 认为无言面对江东父老才愧疚而亡 其实当时项羽心中 鱼姬的死无疑对他造成了重创 最心爱的女子都没有信任他 他又如何指望江东父老会相信自己呢 倘若鱼姬没有过早的自尽 事情是否会有转机呢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知道了 返回搜狐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